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几课我们来看一下关于逻辑值以及逻辑函数的作业体 运用的一个作业体 作业体的要求是判断出大于等于160的成绩为优秀 那么这里是总分 如果按照我们一贯的思维 那直接判断就可以了 首先我们来判断 总分如果大于等于160 条件成立则为优秀 不成立则为空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逆反式的运用 我们往下填充来看一下是否全部正确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是正确的 但是并不是完全正确的 因为在我们的未考这一项里面 它也显示的伪优秀 未考优秀 对吧 然后除此之外的没有大于160的 它也没有显示伪优秀 是判断正确的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它的问题所在就是未考这里出了问题 因为未考的话其实是没有得分 没有得分哪来的优秀呢 所以首先我们必须把它排除出去 当它未考的时候 那么就不能为优秀 要把这个条件判断出去 所以我们可以用几种方法 那么第一种我们用一幅函数的欠他方式来做 怎么欠他法呢 首先我们要判断 如果总分不等于未考 那么才能够 怎么样 算总分 或者说如果总分等于未考 那么就是空 如果不等于未考 那么才按照这个条件来判断 是否大于160 所以我们可以先把它剪辑下来 试一下 如果总分等于未考 这个条件成立的情况下 就不能计算它是否优秀 所以成立我们给它为一个空 如果不等于未考 就是等于未考不成立了 说明有分数 有分数我们再按照刚才 这个判断方式 再进行再次判断 往下填充 这个时候就把未考 判断挑选出去 那么这是函数欠度的一种方法 第二种呢 我们用逻辑函数 逻辑函数 逻辑函数用and or还是not 这个理念我们得分析一下 首先第一个满足条件 必须等大于等于160 第二个条件 必须不能等于未考 才行 如果等于未考就不能成立 所以这两个条件虽然没有写出来 但是经过我们的分析 我们可以分析得到 这应该是一个and 逻辑函数 第一总分要大于等于160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 那么它的总分必须要不等于未考 才行 如果等于未考了就不能够进行判断 对吧 好往下填充 我们来看一下 凡是有处的地方 等一下就是优秀 对吧 第一对 那么现在我们再用一幅函数 来进行判断 如果这个and的逻辑函数 判断出的结果为处 证明它就是大于160 并且不等于未考 对吧 那么就为优秀 否则的话就为空 对吧 这个结果就做出来一模一样 那么就起公式长短而言差不多 差不多 好 这节课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下来大家自己做一下 看看你是否之前做的方法 思路是否和我一样 当然 它其实还有其他的方法 如果你能够想出来 更好 同样的有问题 大论坛提问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